今天早餐吃不一樣的 吃了一碗麵 再加一碗餛飩 6點43分 那我們今天早上 叫了麵跟餛飩 今天早餐就是跟昨天一樣的地方 今天我們自己帶自己的筷子湯匙 就是寶洪水鋪還有一個娃娃魚 這兩個地方 7點27分來到寶洪湖的遊客中心 寶洪湖 景區的第一件事 一樣就坐接駁車到下一個點 那邊有看到一個瀑布 下車之後 馬上又要去坐船了 五水山去12米 我們等一下坐這台船 這艘船 13號船 一艘船已經回來了 一艘船已經回來了 沿途有多個景點 但是上山台階多 游到走大概要耗時2到3個小時 現在是位於海拔438米 相對高度85米的半山腰上 湖床一共有2.5公里 湖水面積15公禽 這個湖水呢 主要是由雨水 山潛水和地下水匯集而成的 主要用於防洪和旅遊 那因為水質很好啊 加工之後呢 也會成為5米遠部分地區的飲用水源 那待會遊船靠近的時候呢 阿哥是會為大家送首歌的 但是我們遊船回來的時候呢 場上的安慰也是可以跟阿哥對的吧 對阿哥唱完之後呢 也是給大家打了一個約會的 在這邊的約會有3個意思啊 我們也給大家介紹一介紹 那第一個呢就是結束雨的意思 大家有看見吧 那就是豬鴨界的豬鼻子和豬嘴巴 餓男生香港的影響 因為這是豬鼻子的 好像 最想不出来这是你未来九年要来的地方 这九年我们阿哥需要干什么呢 三年冻地 三年砍柴 还有三年呢给阿民倒洗消水 这个石壁呢跟我们手脚的长足矣 右边这个海底的石壁呢 就在一只孔雀的头部 转回转过去用嘴梳理它的颜某 左边这个大鱼的石壁呢 就像孔雀张开的巨大的尾屏 8点24分 坐车子回到刚刚瀑布的地方 我们到瀑布的地方去看一下 这灰瀑 宝风灰瀑 孙悟空 这边好多鱼 小节目免费观看 这边有一条娃娃鱼 生态观光园 我们去看一下 大水湖 我们在这区有看到娃娃鱼吗 这边一座桥 然后这边其实是可以上来 刚刚都只是在下面 然后大家都在下面 从这边看上去更漂亮 好十点来到了今天的第二站 吐狮王府 我们直接进去 哇 完工耶 这边去 我们去柜脸那个 刚刚也要去看猪砂 卖猪砂的 那出口了 现在12点40 我们又回到跟上市 这是第一天同样吃饭的 百年大庸这个地方 那菜色应该也是一样吧 OK 那因为我们比较慢下车 已经被 平时出状况 所以我们就从张交界 直接 坐回那个 长沙了 就不走后面的行程了 四点二十二分 又没有位置坐了 刚好 那个站长在这边 刚好跟他赌票 五点十六分 离开长沙的高铁 我们要去坐地铁了 刚刚的并不是 南站 刚刚是在锦绣广场站 刚刚的高铁是在锦绣广场站 那里长沙火车站就只有一站而已 所以我们还是坐地铁过去长沙火车站 我们今天就回到长沙来了 那我们又来住 我们之前第一天来住的这间饭店 觉得还不错 又可以接待外宾 所以我们就又来住这边这一家 那应该不用开房了 就跟之前的差不多 就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